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弹仔岛夜晚出现的小型火箭飞行载具 它可以带弹仔在天空中自由地飞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它在天空中飞行 有时间限制 时间到了 以后它就会爆炸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可以在天空中自由飞行的免费载具 只有小型火箭 错 大错特错 其实在弹仔岛中官方 还隐藏着一架密封战斗机 它也可以带弹仔在天空中自由地飞 而且还不会爆炸 你们难道不好奇 弹仔岛中隐藏的密封战斗机飞行载具 它究竟被官方藏在了哪里吗 众所周知 弹仔岛中的小型火箭飞行载具 它出现在弹仔岛夜晚摩天轮前方的广场上 如果你在弹仔岛中 也乘坐过小型火箭飞行载具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小型火箭飞行载具 只能在弹仔岛夜晚的广场上找到 在弹仔岛白天的广场上 我们是看不到一架小型火箭飞行载具的 在白天的弹仔岛光场上 两侧全部都是建筑物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弹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 弹仔岛中隐藏的 不会爆炸的密封战斗机 究竟被官方隐藏在了哪里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 密封战斗机的位置 它就在弹仔岛光场中间的 蓝色传送门后 当弹仔走进蓝色传送门后 就会看到 这架蜜蜂战斗机 它悬浮在空中 当弹仔靠近 它就可以驾驶它 并且 塔克也可以带弹仔 在天空中自由地飞 而且不会爆炸 所以说 在弹仔岛中 并不是只有一种 可以带弹仔 在天空中自由飞行的 小型火箭飞行载具 其实 官方在弹仔岛 还隐藏了一架 密封战斗机飞行载具 也能在天空中自由飞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